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和碗塵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hing.com.h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會討論的問題是關於深港高速鐵路的事件 從這裡我們想認識一下 現時香港政府在香港土地運用方面 用什麼政策和遇到什麼問題 相信我們一兩年前 相信大家都經歷過皇后碼頭 清拆當時發生的情況 當然我相信香港大部分人都用過皇后碼頭 所以對皇后碼頭 都是有一個很深的感情的 但今次我們發生的地段 我相信香港很多人都不太認識 那它就在新界元朗 石江那裡的一個叫蔡元村那裡的地方 那在那邊 這條村其實是在石江機場 是隔離的 隔一條河而已 那居住的人都不是很多 那大部分的呢 都是年紀大一些 還有呢 是以那個耕耕為主的 那其中呢 六十歲以上的人呢 差不多成五十人那麼多的 那很明顯啦 那對老人家來說 還有對大部分的村民 在這邊雖然他們就說 聽說是不是原居民 那但他們都住在那個地方很久的 那也都有一些人 差不多可以說土生土長在那裡的 那對他們這方面 對他們影響非常之大 那大家如果有機會呢 在星期一 在那裡的亨槍集那裡呢 都有對方面呢 都有一點點報導 還有一些跟進的 那其中他們都提及的一件事呢 就只知道香港政府呢 就是過去做這類這樣的 的遷冊呢 都有很長的 所謂的徵順期的 那但是呢 他們發現到呢 原來在整個興建 和營運那個過程裡面呢 他們港鐵公司呢 就雖然自己聲稱呢 是過去曾經跟六個區議員 和六個鄉市委員會做過諮詢 那也都做了一些報告的 那但是呢 很奇怪呢 對這個蔡園會受影響 那個那個遷冊這件事呢 在那個諮詢文件裡面呢 其實一隻字不提的 那好了 那其實呢 我覺得大家香港人都很了解 香港是一個高速發展的 那很多時候呢 那很多時候呢 要改變的地域環境是難免的 那我相信呢 很多人都會 都會接受一下 就是有的時候呢 去沒有其他選擇之下呢 有些人都是要被被被被被被侵察了 或者要去原來為轉移的地方的 但是这个村里面,初原村这情况,其实就已经有很多其他的大学里面的专家都考察过和研究过今次这个地址的选择,都认为其实是有其他的选择的地区的。 如果大家在电视里看过节目,都可以看到,他举例其他的选择,似乎不是那么多人居住的地方。 但是官方的答案都是说,你们所说的那些所谓选择,其实我们都考虑过的了,但我们要考虑很多其他的东西,但具体又不是很清晰, 就是说,为什么你选择,你提出那三个另外的地址是为什么不行呢? 在什么原则之下呢?即是旧的方案是更加好呢? 好了,今晚我们很高兴,请到两位嘉宾,Bella Yip,叶子乔,我相信大家都认识了, Bella都和我们在电台过去,都和我们探讨过香港其他方面的问题。 除了Bella之外,另外一位是高春香女士,她是高贴石江蔡源村关注小组的主席。 如果在电视台上大家都看到介绍,高女士过去也是一位香港的社工, 所以她对这方面的电视详细的情况,我相信她很熟悉。 好了,或者我想先请我们的嘉宾,先讲一下这件事的来龙去物,和背景, 除了我们电视的《亨窗集》里面所讲的,表面的现象, 不过大家都可以讲一讲,因为大部分人都未必,所有人都看过这个节目的, 或者可不可以请高春香讲我给你听,她的背景是怎样的呢? 其实我们本身是石江的村民,我们一直都有留意高铁的建造, 在报纸里面我们都会有资讯,知道到1月2月3月4月5月甚至6月, 我们都知道那条走线是会经过狼屋村的。 6月之后,这个报纸的身份突然间停顿了两个月, 网上的资料也都没有了,突然间说晴天霹靂, 11月11日晚上,我回到家,大概是深夜的12点, 我在我的大闸门口就看到白色的字,和两封清冊的信, 接着我看得不太清楚,但都看到一些, 接着我就走回到家,每一间屋去看,每一幅墙, 我家最少连了20张,都是讲这个清冊的。 就是由那天开始,我们知道高铁的建造, 就会血洗蔡元村,整个蔡元村的500居民, 就是这样封杀了我们,填了清冊令。 那政府在你们和他谈的投诉的时候, 他们当时有些什么具体的说法呢? 除了说,你们邀请的专家所说的建议, 我都考虑过的了,其实我都知道的了, 但仍然最好都是我们的研究方案, 那他也有些什么具体会怎样安顿呢? 一般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会怎样做呢? 当时,其实我们都是比较无助一些, 那我们根本就不太知道怎样做, 但当我们去理解的时候, 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为何未刊献,就先延清冊令呢? 如果要对照在邮成武说的,就是说, 我们刊献是分两个阶段, 是阶段二才是做我们受害者的咨询的时候, 我不明白为何就已经清拆我们呢? 那这个咨询怎样可以叫咨询呢? 这个咨询是否等于他们说的, 就是一个假咨询, 不单只是一个假咨询, 直接是欺负新界人, 或者欺负我们的散村居民, 这个我们知不咨询, 即是说, 2010年的时候, 11月都是一个清冊的日子, 已经定在这里, 黏在这里, 那这个就是说, 等我们发现的时候, 就是我们是受害人, 但是我们是没有被咨询, 亦都在我们引证了很多区议员, 他们说, 就算他们下区议会的咨询, 都是一个假咨询, 因为他们只是拿着三张纸去, 他们亦都不解释具体的内容, 没有内容, 叫议员怎样去做咨询呢? 议员请他们今年四月, 去元朗立法会交代进展, 他们不单只是没有出现, 亦都没有福信, 他们一直在拖, 即是都不去见他们, 这已经是官的一向的立场了, 这个我是代议员反映, 或者是跟大家说回这个情况的, 如果你说地铁公司, 到底他现在是不是做到一个地步, 和政府的关系很好, 是做到去到官商勾结的地步, 因为地铁的咨询, 就是他会放了一些展览板, 在香港站, 在东涌站, 在九龙站, 在奥运站, 而市民要看的时候, 还要拍入集机, 即是收钱才可以看, 这个咨询是什么咨询呢? 是收费的咨询, 大问号, 再下来, 我们也引证到, 政府根本是地铁里面, 他们的咨询, 拆新界人, 或者新界元朗人, 屯门人, 錦上人, 是受影响的一群, 但在这三个站, 都没有咨询, 直到今时今日, 都未做, 亦都没有给一个合理的解释, 让我们知道。 我想问一下, 你有没有跟刘黄发议员, 谈过这件事? 刘议员有落过我们区的, 他说他会了解, 或者他说他会处理, 我得到的答案就是这么多。 了解,处理, 了解些什么, 处理些什么, 何时做些什么, 那会有些? 刘议员可能正在做, 希望刘议员会快点说吧, 我得不到一个具体的答案。 刚才我听到, 那个问题, 不只是这件事那么简单, 而我们看到, 其实政府官员, 在处理这类的问题, 那个态度一向都是这样。 其实没有真正正正的咨询, 大家都知道, 公务员最怕被人投诉, 没有事情, 搞多些东西出来, 他们做事的作风, 通常都是, 没有人之情之下, 就将它完成了。 其实在过去, 我们在另外一件事, 在平州那里, 都有同样的情形。 医生, 做官当然是, 不希望, 有什么麻烦。 最好, 每个都要报告就是, 最好, 最好, 每个都要报告就是, 升官。 这个很重要, 你明白吧, 你不要当他们收席是很有计划系统 没有计划没有系统 这个高铁计划是大概在一年前 因为中国的新五年计划 全所有中国的铁路网都重新配合高速 香港作为南方的出口 才会突然出现这件事 之前没有人想过有这样的事 连官都没有 但我们每个人是付6千元 每个香港人 我们是否要知道铁路是如何建立 如何走法会影响什么 是的 但是他们是不会理你的 你明白 官官做事是这样的 因为以前 我告诉他们 其实这么大型的建设是要经过很复杂的程序 例如首先要经过城市规划委员会 跟着我的城市规划 不是 这一次是运输局 我想告诉你 这是很特殊的案例 特殊情形 因为 就是配合中国的新五年计划 如果不是 不会有这件事 从来没有人想到 想到这样的高速铁路 因为高速铁路的成本实际上太贵 因为高速铁路的成本实际上太贵 也没有人敢拿四百亿 其实我告诉你 四百亿是起不到的 现在以钢材那么贵 起码都要六百亿到埋单 是不可以这样的 即不是给六千元 即不是给六千元 是哄你落胆 我告诉你 政府所有工程 结果最尾 都是要超资完成的 因为 你做Project Manager 都是 如果说 一给一件东西 有Budget Lease 给你 哇 这么贵 找鬼做了 你都按下它 你都做了一半 那当然 喜欢怎么加 怎么加 它不会将 譬如原材料的 账价 或者工程的账价 不会告诉你 这样政府算不算是 资讯垄断 当然是资讯垄断 永远都是 它是 你看 你和政府 去争取任何东西 一定是很难贏 因为政府 拿了所有资讯 它的资料一定比你高 你唯一可以赢的 就是靠反应 你除非反应化去它 做一化去它 才可以赢的 那我们看到一件事 就是我们过去经验 我发现 其实我认识香港议员都有说 其实政府官员很怕香港的议员 其实最主要原因就是 议员经常都投诉他们 说他们不是 那我们的感觉上 如果香港市民 在什么情况 什么环境之下 如果他们真的想 控制自己的将来 在香港继续生活下去的话 其实我们是很容易做到些事情的 因为其实政府官员 其实都是很重视的 亦都可以这么说 是很怕的 很怕那些人的投诉的 所以不要感觉 我真的怎么算呢 我又没有这个足够的资源 足够的资料 来好好的分析这件事 那大家看到 在起码电视片段上 都有人提出 我们真的很难和政府 在同一个水平之下 和他讨论这件事 因为很多人知道 我们不知道 但是起码 我也都看到他说 他说过土地的质素 之类之类 很奇怪 那地方在旁边 譬如有其他香港大学的学者 提出有其他的地方 你看到是没有人住在那里 也提出有些地方 十几年是荒废的 我不觉得 菜圆那些土地的质素 因为你种了有机农场 种了久之后 会变得不起得到 所谓的高速的铁路 所以 因为那边的业权 是不知道 私人地 也不知道 而且收那些业权 要多赔一些 收那些业权 很麻烦 因为那些人可能是 不知道去了哪里 但他们就很明白 整个人冻了 收他最容易 其实知道那些业团 只不过是私人地 要赔很多钱 要赔很多钱 因为政府 现在是说 征收政府的地 来发展 那建铁路 这些是基建 要发展的时候 就可以收回政府的地 不用赔偿 那些屋 虽然在那里住了 四五十年 但都是当了屋 那样差 所以我感觉 他们说 他会考虑很多因素 但始终他没有说出的因素 因为那些因素是难以啟齿 因为你们是最便宜 最容易搬走 你们没有合法的地位 所以我认为是最可行 其实这可能是真正的原因 不过你叫开后 他就开不了后 很难开后 其实这件事 有时候 我们看事 就不要看得那么复杂 我经常都会说 真相会也很简单 看得穿 其实在这里 我们学了很多东西 香港 香港作为一班高官 起码高工工的人士 他们办事的态度 一向都是这样看的 我们都说 香港土地运用的情况 这方面有没有新的资料 香港政府一向收地 他们考虑什么的原则 这方面我们知道吗 即是说 在香港收地的政策 其实在沿用中 都是说是殖民地年代的政策 其实立法会上面有很多议员 他们都认为这个已经是非常过时 为什么这样说呢 就是说 因为我们香港本身的屋主 或者我们的主权人就是香港人 英国人来的时候 就要扣门入屋 所以就很尊重我们本身住在新界的人 这是无可厚非的 所以他们就称之为原居民 如果过了英政府之后入住的 其实我们是属于英政府来之后入住的人 当时都是为了配合香港的发展 因为当时有大量的中国移民来香港 政府都是想疏到的人口 就将我们给优惠的方法 引导我们去新界里面住 开狠荒地、开狠道路 但是就给了一个名字我们 就叫非原居民 在我们的屋宇的建造 或者当我们要收地的时候 就有分原居民和非原居民 我们认为这个政策 其实现在已经是回归了这么多年 而管治我们的也不是英国人 到底是绝对没有什么必要 再沿用这个政策 而应该公平地对待 就是说我们非原居民 因为我们都是在当地里面 土生土长 不是一代 是四代都有 这个豁湖上的非原居民 是否一个很大的问题 引导来就是说收地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收地 政策里面 不妙之处 或者是不人道之处 都非常明显 它会选择收地的时候 政府有一个政策 是收这个荒谬的官地 第二就是收地 你可以当是一个收地的金字塔 最矜贵的地是原居民 最不矜贵的地方的地 就是荒废的官地 第二就是属于我们非原居民的地 农地 第三就是墳地 第四就是自然环保的区域 而最高上的 或者最值钱的 就是原居民的土地 这个政策 或者这个安排 不要说对我们公不公平 我想在人权 人道的立场来说 都说不过去 因为人的屋 比不上一个墳地 人的屋比不上一个小鳥 或者一个树木在它生长的 这个我想要交给博士 才可以分析得到 就是我们感觉 其实这件整个 政府所谓这些考虑的因素 其实都很大的程度上 它都是考虑赔偿的方面 香港始终经常都有争拗 很多人都趁这个机会 去政府拿一筆 大家可能都知道 但现在我们所谓的居民 他们不是真的要 你给多些赔偿 他们只不过 我们真的不想牵责 你扔到我们的上楼 不是我们希望要的东西 因为始终整个生活方法 是很不同的 但如果完全 从这个所谓经济角度来看 其实有人提出 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 你将这些老人家 自己可以在农地 可以自己自吸自足也好 他这个生活方式 对他来说 健康上是很大的益处 你突然之间 扔他上楼的时候 他可能多病起来 情绪低落 可能连起来小朋友 都担心他 要经常看看他 结果很明显 他不能再靠自己 去种些蔬菜 来到贩卖 来到贩卖 来到赚点利用钱 也好 其实很简单 我告诉你 如果我突然之间 告诉你 我现在不准你做doctor 你要做医务卫生处处长 各个人是完全不同的生活 你都顶不住 不要说说阿婆 他是过怪的那种生活 例如住过村屋的人 你突然之间要住高楼特下 他真的顶不住 不单是生活环境的转变 其实是因为 农地就是他们的生计 如果他们搬了上楼 他们没得耕种 到时 人家本来选择海田 你没得被人选择 人家有没有其他生活技能 你叫人家去收银吗 那不可能的 最后去做什么 就是拿中门 然后又製造这个失业 製造这个贫穷 其实都是由收地开始 我先说 就是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例子 好像刚才 我们说的永康你这样说 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说 如果我吸毒 我要我戒毒 都有缓冲期 有戒毒中心 如果要我戒烟 都有呼吁 都是劝勉我 都有一个适应期 但是如果将人的生活 是360度去扭转的话 他没有给个适应期 没有给个知会期我们 我觉得这个对待 是我们最关注的 引伸下来 我都是非常同意你们 刚才的说法 但是连过渡期都没有 没有人安抚我们 没有人问我们 我们适应得不得到 没有人问我们 愿不愿意 是完全是一刀切的 那怎么代表香港五十年不变呢 我看到那个节目那里有说 他说是 大概是要你们明年底要牵走 也不是说现在立刻的 是说明年底 不是金年底 明年底 其实是一个 10年底 是吧 他已经下了那个清策令 这个问题就是说 假设好像你们说 他会不会现在 跟我们说 给我们上下楼 没有的 没有说安抚我们 没有说有人来辅导我们 我刚才比喻就是 这个改变 就算我现在在吸烟 你一个星期不让我吸烟 我都适应不了 我都有辛苦的阶段 所以你才有戒烟的时候 有个步骤 现在我想反映就是 政府这个步骤 用这么生活的简单的习惯 都需要有步骤 何况影响人的一生 就好像这样 特别是有60年的习惯 嗯 是 哎呀 你轮转你 风湿骨痛 好辛苦啊 奶奶 我刚刚买了一个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灵精 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风湿骨痛了 哇 这么好的 那就买多个 分享一下给二婆 太空小灵精 可以在六创二健康店买到 电话288248400 网址是 www.healthshop.com.hk 好 那我们很快回来 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讨论 的题目 那除了李永康之外 那我们嘉宾是叶子桥 和高春香女士 那好了 那其实我们 就是 说来说来说去 有一个乡村菜园的千冊 其实可以这样说 是令我们想一下 我们现在是在说一个 一个高速的铁路 那香港人对这个铁路的轻建 背后的灵力 知不知道 只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 有多一条铁路 第二 那条铁路很快的 将会一个小时去广州 就是这么多 那是好事来的 高速的铁路 全香港人 我相信就是这两条铁路 就是这么多 这个计划也听过 那你又不知道 那条铁路是怎么建 如果香港人来看 那就是铺老鬼就建 那你又错了 原来它是在地下30米建 穿过整个新界去大陆 那这个工程很厉害的 是啊 即不仅是施子山隧道 也有办法搞 甚至是整个新界 这样凸地去 是啊 四百亿 是吧 预计四百亿 二百四百亿 可能又不似 六百亿 那这个铁路 为何香港需要这条 这么高速的铁路 香港是很密集的 香港的交通的特色 又有丁丁的电车 又有小巴 又有穿梭的巴士 很多 多头你问一个问题 因为你不是到中港贸易 哦 我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我是一个生意人 香港又要有办公室 在中国要有办公室 如果我现在的生活 很崎嶇 即是我要花四个小时去 又要花四个小时去 由广州 最少去中国任何一点 除了深圳之外 就是这样计 哦 我想再快点 自己开车 走高速 两个半小时去 高速的汽车 是走一百公里以上 但是你开车 你知道 如果走一百公里以上 有什么意外 是死定的 不用够了 你想想 我自命一条 没什么所谓 我老板不是自命一条 不要说得这么谦 自命一条 我老板是自命 死了很嚴重 是有这样的机会 但是如果有高速的汽车 就真的促进了 中国和香港的贸易 是差很远的 这件事是一直都希望做出来的 因为以后 由香港到广州 用一个小时之内 不是让你去玩 而是方便人去做生意 嗯 其实这条铁路 除了带来经济效益之外 好和快 带来很多钱 不再说 但是香港人 要付出什么代价去 做成这条铁路呢 有啊 李先生说得对的 是省了很多时间 政府公布都是说 为香港人 省了一个数字的时间 但是计数的过程里面 只是计计香港岛的人 和九龙区的人 但是新界北的三百万人 是盗洩的时间 给我们香港社会的 因为他们要搭到头车 就是说是一个大埔的人 他要搭车出来这个西九 然后再坐车去黄江 如果他在黄江过的话 其实那个站不是在黄江的 去到黄江过了关 还要搭车去到会展的位 才可以上车 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我自己也是 常常都会出差的 就好像做生意的人 我们出差大包小包的时候 过关再过关 其实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 再想一下 每一个人都会老的 其实老了的人 在运用这里上面 还有困难 还有一个觉得不值的地方 或者不值得的地方 就是说 其实我们的 由我们这一代 开始打后数的子子孙孙 每一个人都有 广州、上海、北京 或者广东省区的 亲戚朋友、鄰居 他们都会下来 或者我们都会上去 但是在香港来说 是不是事必要 只是可以在九龙停车呢 这个要你们解答 那他们的停车站 会在西九龙那里 那现在好像真的 香港是很着重 于西九龙的所谓文化 哇 西九龙放了多少钱 那没有钱 又不见 又没有四百亿了 哈哈哈哈 就是那个是一个 新的中心 西九加上 启德 那是一个新的发展中心 就是当是现在 大而生的发展 很多议员都评论 譬如何俊仁 或者我们的区议员都会说 西九现在的交通阻塞 都很大问题 现在现时来说 就是塞死去回旋位里面 再加上 有了高铁的总站在这里的时候 就是想象不到 解决不到 就是那里的交通流量 是没有办法处理得到的 因为每天 假设理想地 我们都很希望 有三万人次 是由国内来到香港 在那里出习的 或者在那里去接驳所有的交通公共 你又不用担心 到时候 就会起一条 钢线 在海袍那里 起一条大的钢线 来做一件事 又去玩填海了 哈哈哈哈 其实整个石城背后的高铁 都是方便中国和香港的人的来往 不是给香港的当地的公民的交通工具 好了 这个高速 高速到什么程度 那会不会很吵 整个身体都吵 就不会很吵 因为它是超过250公里的 因为它也会经过环境评估 那些环境评估 你知道怎么做的吗 那些环境评估 是以影响贫林绝种的生物 做原则 以及影响人 那其实生态 那生态 不只是由贫林绝种生物造成的 那它就只是以那些稀有品种做指标 那所以环境评估有多可信呢 其实又是另外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 那我想有一段时间讲的 其实坦白说 你们可以去问一下铁路公司 即这条铁路的总监李永孝先生 香港这一段是26公里 即是由西九踩到黄江 在这26公里里面 用尽千方百计超人的技术 都踩不到200公里 即是一小时200公里 只是一个令到大家开心 叫高速 再加上在石江 有一个側线和维修中心 因为火车有些关卡位在铁路上 它要转轨的时候 那些位是要转 没有可能踩到这个速度 再加上我们经常都以为 高速即是很快 其实是可以很快 但是在深圳的设计里面 其实铁路的设计 可以考虑的地方 就是香港只是一个站 但是踏入了我们国家边境里面 黄江跟龙江是相距很近的 它有站 接着就到东莞 东莞就去到潘芸 国内各摆明一个立场就是 那条铁路是帮助 未开发的地区去开发 例如是潘芸 所以摆了去潘芸 看回香港就是说 香港就是已经开发到爆炸到不得了的地方 还要去想尽办法 好像子康说 还要摆一条海旁公路去再开发 到底能否承受得到 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还有 为何不能将资源分配 为了摆到新界 新界有一个站 或者是在这个口岸里面做一个设计 又方便到新界人 又可以善用资源 官里面经常都回答 就是我所有的问题都处理过 但是我们提出的几个方案 正是讲的 側线和维修中心在石江菜园村 我们提供了多三个考虑的可能性 它们都没有正式的文件 或者其实它们是第一次听到 它们居然都这样公然说 我们考虑过 我相信它们要交出报告 来作一个事实的交代 嗯 他自己说 你讲的我都想过 那想过些什么 就从来没有讲 那为什么你那个 没有那么好呢 他从来没有比较过 人家都是打份工的 你不要这么坏 这是很重要的 这讲话非常重要 我们香港人 你记住 不要给一个只是打份工的人 就会影响我们整个生活的质素 是吧 如果香港政府的官员 真的这样的态度做事 香港人更加要警惕了 是吧 我希望今次这件事件 在我们在这方面 我会看到 香港人的取向如何 什么样 好了 似乎 在关注这件事的人 都是很多方面 都帮政府去想过 是吧 就是 你那个 就是那个 那个 那个 站点 在西九龙的站点 其实有 会制造很多问题 大家都想过 其实也有 其他的途径 可以制造这个 这个站 但是我想再问一个问题 就是 到底 这么多位村民 就是 面对这件事 这件事 一定是未来的 2010年的 年尾 一定是 会有行动 去请你走 如果请不到你走 可能会用一些 比较激烈的行动 去令你走 那到底 我想知道 就是 你这么多位村民 要保护自己家园 那个 信念到底有多坚决呢 我们其实 现在 就是说 我们最想的地方 就是 先来一个 就是全面咨询 先 对这些事情 容量多些人去知道 给我们都知道 所以我们是要求 就是说 在全香港来说 做一个全面的咨询 等件事情 就是说 浮出 这个冰山的一角里面 大家都可以讨论 主力是关于我们 石江 就是蔡元村的人 其实受影响的人 是全香港的人 再一次强调 最少要给6千元的 每一位 还有其实 要 就是阻止这件事发生 当然 村民只得五百个 所以其实 是要靠全香港的人 一起去参与这件事 如果大家都觉得 是有问题的话 那大家都可以 其实 可以 现在做了一个联储声明 就是说 有关条铁路 我们香港人 每个人都给6千元 最少 所以我们都希望 有三个要求的 其实这个声明 详细内容 可以在 这个 《广深港高铁问题》 的网址 看到的 那网址是什么 www.expressrush.com 即 expresswelltruth.com 重复一次 www.expressrush.com 那里就有一个联储声明 那里会说了 其实铁路的很多 相关文章 问题在哪里 大家可以详细地探讨一下 那我们的声明 其实有三个要求 第一就是 政府就广深港高速铁路 香港段规划的各项重大议题 包括是否兴建 总站位置 是否切中途站 具体走线等国 作广泛的咨询 第二就是 立法会全面展开 对此项工程的讨论 并尽快召开工庭会 让社会各界人士 在议堂上发表意见 第三就是 重新检视有关铁路发展 清拆塞原村的需要 应以不破坏民居为最高原则 重新设计走线 那如果大家都同意 这三个要求的话 就希望大家一起 开一开个电脑 上一上这个网站 加入这个联署 以及广发给你身边的所有朋友 我想告诉你 在中国 都会有这些收地的问题 经常有 他们会有多坚决 我不是叫你学他 但是我告诉你 是有人可以这么坚决 为了保护他自己的家园 重新人 可以跟整个政府作对 政府是把他屋的地 旁边的三百码挖了一个大窟窿 你可以想想 他在家里变成一个岛 他和政府周旋了足足五年 这些叫钉子户 有听过 因为他每天回家 等于是一场很厉害的越野赛 要爬山 下山 下山 再上山 那为什么他可以在中国大陆 可以这么厉害 因为他要保护他的家园 对他来说 他是唯一一样 我想知道他可以做些什么行动 可以令到政府真的不能动 政府用尽方法都说 政府要用尽 就是挖爛的地 你都弄他不走 但是中国政府有什么 结果就要屈服 他可以是这样令到政府屈服 中国政府很难屈服 但结果是屈服了 想不到 你觉得在中国政府 会这样容忍一个普通的中国市民 是呀 捍卫自己的 是呀 是呀 这个真的挺好 这个很厉害 我不是叫你这么 不是用这件事 但是 例如我和他提及一件事 现在是用一次 机会只有一次 就是上房 因为香港人还未用过 这一样的权利 什么上房 就是去北京上房 因为如果你有香港人 去北京上房 哇 轰动啊 包你 什么事 ABC CBS 全部都在一起 搞这件事这么大 就要收科 就跟你谈 也好 但是 包拉来包赶来 你要接受这件事 他会在哪里拉来呢 在北京机场 在关口 关口 拉你又不顶 在集口 拉你又不顶 你假如是中国的集口 是中国的 嗯嗯嗯嗯嗯 這些可以发律私信的 不用人上去 不是 你人上去 那些人 那些人 那些人就会拍摄你 那样东西 是想人家拍摄你 你想人家知道你 你 你现在是没有声音 他欺負你什么 欺負你没有声音 你都看得到 你都看得到 是呀 为何你不给他家屋 为何你不给他家屋 为何不给他菜地 那就可以了 你曾经说一下 记者这方面的报道 除了《坑窗集》 他有这方面的跟讯 其他香港的传媒 有没有说一下这件事呢 我们现在都在做一个 传媒的行动 就是想联络各大传媒 可以在 这里也是一个富裕 可以在4月11日 来到石港蔡原村 採访这个答问大会 那当日呢 就会有港铁的职员 还有官员有没有 政府官员就会来 解答有关这条铁路的 所有问题 还有都会有议员到场 希望各位 新闻界的工作者 可以来采访 那个详细的资料 我们在网上可以 是在网上 是在头版的 也是在刚才的网页 ExpressRailTruth.com 那当日有什么具体 有什么安排了呢 不如我们先回应 刚才的问题 第一就是说 其实我们都是一些 很善良的村民 来的 现在我们都是相信 我们在香港是一个 民主的社会 是可以对话 和可以沟通的 都是承诺 或者期望我们的政府 就好像温家宝 那样说的 他们是以民为本 所以我们是用 全部正常的渠道 和政府沟通 我们已经去到一个地步 就是我们现在是极之要求 他们在立法会里面 重新开一个公听会 大家有一个公平 和公开的平台去交流 今天我都听了一个新闻 说国内一个老人家 他每天都守住他的房子 最后今天 是今早他守不住 因为他在买饭 十五分钟之后 他的房子就被人铲平了 我们也是这样 我们有好齐心 我们全部村民 都是守着我们的村 因为我们都差不多 有护卫队 每小时都在沟通 谁入村 我们都会知道 而我们坚持的原则 就是我们绝对 是要不签不策 不搬不宜 你说我们最后会怎样 就是我们都是希望 和政府来一个和谐的沟通 如果政府是愿意听取民意的 那我们都会做一个很善良的市民 如果政府不听取民意的话 我们都会做最后一个 我们可以和政府周旋下去的 我们绝对不希望 看到两败驱伤的场面 但是我们会愿意 保卫我们的家园 而不惜一切 4月11日的活动 的呼吁就是 里面我们会有一个行驱的行动 希望官员记者 了解这个蔡元村的实况 到底好像说是真耕田 还是假耕田 或者是否真的有废车 不用 甚至没有人敢提的 石江军用机场 里面的位置 是非常之好的 在四个另选的位置 石江军用机场是一个最适合的位置 但是 谁有这个 我们说 谁有这个器概去提出 现在都是一个问号 另外我们就会有这个答问大会 有几位立法局议员 区议员和官都会出席 呼吁多些人会参与 最后我们有一个行为艺术的表演 连艺术家 以艺术为人生的目标 他们都会为正义 而用艺术去表达 他们对蔡元村居民的支持 对政府这些行动的 用艺术的角度去表示他们的不满 另外我们都要继续进行我们的义卖 让我们石江蔡元村的居民 可以筹到足够的资金去登广告 或者出汪碟 容让全香港人都知道这件事情 为我们和为香港 这个大笔的洗费 和这个抉择 做出一个公平的决定 或者一个结果 我相信 如果大家有时候对这件事情 不太过去没有机会去跟进 大家也要了解 其实现在我们说的 就不是说 只是高铁经过的地点 现在他们要用的 就是用这个土地 是建设一些所谓支援的措施 更加救援中心 和停车側线 车厂三大范畴 是的 在这些设施 说真的来说 它不是说 一定要黏得高铁那么确实 其实你可以说 你建一条路 在这个村子 刚才在亨掌宅 也有被地图看到的 其实在围绕的村子 那里有很多地点 包括我们所说的 石岗机场 我不知道现在机场有没有用 是不是 那些人是私人飞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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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我们又不是说 那条线一定要经过 譬如这条线是最直的 是一定要穿过的 现在不是说这条线 是只不过一个站 另外一个设施 我叫Support Service 一个辅助的站 所以很难了解 但是为什么香港政府会这么执迷不悟呢 我始终 所有人都会犯错 你初初可能原本的计划 可能没那么好 那我觉得 既然现在提出的 其他人提出的 那几个另类的方案 其实都是很合理的话 我觉得香港政府 唉 一些高薪的高官 就是希望 就是 想一想 就是 不是一定说你错的 只不过有时候 你 没想到 就是人的因素 其实是一样那么重要的 那 所有的城市 我相信中国 都是面临出现这个问题的 那 那 上海也是 扁得很厉害 很多国区 香港还会有 香港还有几个大型的建设项目 都是会重复同一样的事件 是的 那 始终 要改变一个大城市 其实是 是很难的 那 很多的地方 包括 上海的浦东区 那 杜拜 那 他们就是一个空的地方 重新起过 那 这是一个最 最容易做的 方法来的 就是你要真正好地 再计划过 是找一个新的地方 就 就要那些人 是牵手的 那 那我们要考虑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考虑 那个价值那方面 就是你说 香港 买小 见小 是什么地方 就是这些菜地 香港越来越少 那 这些绿色的土地 其实对一个城市人 是扮演的角色 不是只是说你有机会 有五百多人 在那边种植物 其实对香港来说 是可以说 一个精神方面 是一个舒缓的地方 那 所以 五百多人的土地面积 现在要被收去的是 就是说 收了我们的石江 蔡元酸 是三百万平方尺 再加上政府土地 是一百五十万尺 总共是四百五十平方尺 是大到无与伦比的 如果以香港整体土地来说 那我刚刚是回应 就是说 袁博士是一个很大的土地 是 所以 其实我们现在说 不是只是一个 一个普通的地方 这个地方 是代表香港人的 所以说 精神舒缓的地方 一个大城市 如果全部都是 所谓的石市区 其实这个大城市 我们所谓的精神的价值 的浪迹 那方面 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还有 这件事 我们看到 就是作为一个香港人 不要以为 这个赛地 所牵涉的人 只不过五百多人 或者和他以为是无关 其实 这个代表是 香港政府的 运作的态度 我们香港人 想不想它改 那还有一件事 我们不要以为 这些 这些地方 可有可无 因为 如果这件事 就是 我们是 没有办法处理得到 或者处理得不好 其实同样的事情 是会不断不断地发生的 好了 希望大家 多点想一想 如果有时间 去把这些信息 给更多人知道 如果大家想 看更多 有关 刚才说的 高铁的问题 和蔡元村的资料 就可以上网 香港电台的网站 可以下载 亨昌集 那一辑 就是4月6日 亨昌集 是的 那这个是我们的网上 网址那里 已经有提及了 好了 那时间都很快 到了 那我们就 和大家 说声拜拜 多谢我们 两位嘉宾 那下星期再会 拜拜 拜拜